李女士住在杭州拱树区康桥街道 她说4月初工作出现变动 要到温州一段时间 因为觉得背着一包衣服去比较麻烦 就想着通过快递先寄过去 自己到温州后再去取 衣服鞋子还有包包 什么包 是IoV的包 还有一个包 是两千多的 是我老公送给我 我也不知道啥 IoV的包多少钱 是一万一千多吧 买了多少钱 买了有大概十年了 4月7号 快递从杭州康桥发出 4月8号到了温州月清 并且显示在派件 李女士说 当时因为疫情原因 自己没法前往温州了 只能退了车票 我赶紧打了个业务员的电话 叫他把我退回 就是退回杭州 退回杭州的时候 其实8号退回来 9号应该就我能拿的货 结果他一直不给我派送 显示在十桥中转 快递信息显示 4月9号 李女士的快递从温州退回 并且经过台州 发往杭州 萧山中转部 4月10号 离开萧山中转部 发往杭州石桥 再往后就没有信息了 4月13号 她问了 从杭州寄出时的 收件员小胡 对方表示 拦截寄回的快递程序 不一样 不会丢 放100个新 5月3号说 还在石桥 解封后 马上拿回来 5月23号说 放心 这么大的包裹 不会丢的 只是那边有点磨叽 现在我主要就是 叫你们来 最好是拿到货 没有货了 你要跟我说一件 你说你真的是丢了 你不要一天就跟我说 三天之内给你打货 我给你拿货回来 当时它的包裹里面衣服 就是衣服呀 只有衣服吗 因为场地打包 不可能把衣服 全部倒出来吧 是不是啊 她说里面还有包跟鞋 鞋子应该是有的 还有衣架 发回来是中转部 发往石桥 因为石桥当时 是有疫情在的 那个快递就 积压在石桥了 那现在不是应该解封了吗 对 是解封的 但石桥它 拿不出这个包裹呀 确定这个包裹在石桥吗 我们是看 我们快递公司是看 最后一条记录的 最后一条记录发往哪里 它快递就会在哪里出现的 小湛我们找了好长时间了 你赔的话 因为它是没有价值证明在的 你知道吗 内网登记是一千块钱啊 李女士告诉记者 记出的包裹体积比较大 里面一双九尸高跟鞋 是在天猫旗舰店买的 能找到记录 价格699块钱 衣服大概二十多件 三分之二是可可泥牌的 不过买来 基本上都两三年了 具体记录很难找 两个包的购买记录也找不到 当初记快递没有投保价 所以现在还是希望 能拿回相关物品 记者跟李女士 找到汇丰街上的 中通快递石桥网点 工作人员查了一下 李女士的这单快递 工作人员表示 李女士的快递从康桥寄出 退回时怎么会发到石桥 他们也很奇怪 会帮忙查一下 两三天内给出一个答复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中通方面后来回复 快件在目的地被退回 返回的过程中显示异常 加上途径区域因疫情管控 退回的异常间 未能及时处理 公司尽快追溯到快件位置 三天内无法找回 则进入理赔流程 现已安排人员与客户对接 未能及时处理赔流程